打包了一碗面 吃两口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啊 你打包面是要我吃面饼吗 而且我带这个好吃吗 现在不凉不烫的正好 你吃两口吧 帮我搅一搅啊 确实有点脱 主编 谢谢你 谢谢什么 谢谢你帮我采访了彭之奇 斯大利 独自 所以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呢 我肯定会照顾你到康复的 等一下 你怎么回事 喂 主编 林主编 怎么了 童小悠 录人的稿子 明天早上十点就给我 我急用 这么快 哪那么多废话 好好好 陆主编 干吗 我能借这个床头惯用一下吗 我今天晚上得改稿子了 很快要交 关我什么事啊 不准 我会很小声的 不会打扰给你休息的 借我一下吧 只有我啊 求求你 大声一点 求求你了 拿去用吧 谢谢 我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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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糖醋的比例是一比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油温 油温要五成热 炸五到七分钟即可 爸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小璐 小璐是美食家 我们正在这家 我们正在切磋厨艺呢 小璐啊 等厨院到我们家做客啊 好啊 叔叔给你做几道硬菜 好好补补 谢谢叔叔 不客气 行 那您好儿养着 不用了 你自己来 我先走了 你这怎么又要走啊 我这不还有事吗 好好照顾人家 有空回家多看看你妈 行了 走了啊 慢点 我怕她又过来干吗 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啊 为什么要为难我 那你有没有为难她 不 我说这种话是有原因的 我爸呢 他特别讨厌我做设计这一行 就希望我做一些稳定的工作 以前倒还好啊 现在 说起设计他就烦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爸 为什么那么讨厌做设计 大概是作为父亲的控制一把 就 我也没按照他给我预设的人生轨迹 再走 所以才能生气 笨 我刚刚跟他聊天 我觉他挺关心你的 可能 他表达的方式不对 你也没感受到吧 我采访路人的事情 也告一段落了 那 我们是不是可以 好啊 好啊 好 那我来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